农耕时代留下的我们政治文明那种残局 还没法很快的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 但是它随着工业时代迅速到来 以及信息化时代的骤然而来 生产力根本发生了改变 而上层的施养建筑惯性还大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一个关键的什么 所谓转型期就是一个上下不匹配的最核心时期 这种情况之下容易出现什么呢 最大的隐患就是什么 一 崩盘了 这种情况也是另外一种危险 少数看不明白这个趋势的人 一用这个空档实现自己 比希特勒还要希特勒的集权奴隶制社会的 高科技奴隶制社会的幻想 这也是有可能 现在我看需要上这方向走的只有可能 现在说白了吧 确实有一派记得自己的 就是想往这方面走 想长生不老 想往那个比希特勒还希特勒的方向走 另外一方面的人呢 说这不行 咱有独立 有老毛当年不就干过这事吗 这种东西最可怕就在这 一旦形成这种苗头 被人抓住的这种苗头 它一旦形成势头 就很难再回去了